有这个摆银台的像这种机器 在家里大家注意一下 后面的水温 不要用冷水 不要用热水 用温水会比较好 为什么温水呢 因为你用温水 它会加温 煮到温度不够 那你用冷水 温度加温温度会煮不够 热水的水温太高 所以温水就刚好 大概就是 不要带滚的水就可以 那我们或者标准的比例 大家喝的是这个比例 就是它后面这个水呢 一格一格的好 那后面的水倒的是五号 就等于是五杯这个杯 那一杯咖啡杯 用的是这个汤匙 这个大家使用喝的咖啡粉 这是我们的温度 所以如果是大家回去 这个咖啡 大家要喝同喝喝奶 可以自己去调 照我们各自所喜欢的口味 那除了有这个机器呢 普通平常在家里呢 也有这个冲茶的 像这个泡茶杯 那平常像这个化茶杯 冲茶杯 冲化咖啡 只需要放粉下去 然后热水一百度 冲在那边搅拌 再一次 再分一分钟 再直接压下去 这样就可以了 倒出来这样 糖虾 满心就可以喝 所以这个主要是因为是传统咖啡 所以传统咖啡 还是一样要用传统咖啡的方式 如果是大家要像当地人 喝咖啡的习惯 就是当地人的不需要什么机器 那只需要的是一个杯 放的热水冲 冷渣情电 就喝上面的 下面不喝 所以这个当地人的咖啡的方式 所以有可能大家自己 沿在酒店喝到咖啡 大家喝到下面的咖啡沙 曾经在下面 这个当地人的咖啡的方式 但是呢当地人的方式